底下18个问题 近几年来 小乘佛法不承认大乘佛法 他们认为大乘佛法非佛亲口宣说 而是后世弟子们所说不可信 在网络上也看到 某些小乘佛法修学人攻击 毁谤大乘佛法 以及祖师大德 不知当年世尊征服预言了 今天佛法会产生小乘和大乘的 对立的形式 没错 释迦牟尼佛是说过了 他讲佛法的法院 五五百年就讲得很清楚 不但是小乘对大乘 大乘对大乘 小乘对小乘都互相回报 你看他说五个 这个五个神 叫五五百年 第一个五百年 戒律 成就 持戒就能争过 第二个五百年 禅定成就 第三个五百年 多闻成就 就是研究经教 第四个五百年 堂庙 坚固 我讲坚固 那就是这个建筑寺庙 修福的多了 连天经的都都少了 慢慢的少了 第五个五百年 斗争坚固 这讲五种坚固 那福不就说了吗 那现在这个情形不就是这样的吗 如佛所说 我们没有坏心 最重要的 修自己 这比什么都重要 自己修行 一定是持戒念佛 如果不持戒 你那个念佛的心 不清净 心不清净 念佛功夫不得了 所以这个很重要 所以我们还是提倡 弟子鬼 我们对任何人都不毁谤 这个很重要 他毁谤我 我不毁谤他 就没有死 不要说听到人家毁谤我 那自己就生气 那人家说 人家毁谤你就接受了吧 我不接受 不接受就 那佛经常说 不接受就退回去了 这鼓暴他承受 我不承受 我听人家毁谤我 完全不放在心上 不生成会心 更没有报复的心 我们的心清净的 故人修故人的嘛 你看看 这个 这个 实际上里面 佛教我们不忘语 不承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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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照顾自己 我做到的没有 不管别人 现在这个时代 民主 自由 开放 谁都不承拥 谁都不可以干涉谁 谁自己能够明了 好好修行 修行 修行 就是修十行 持戒 就持五戒 十戒 这样念佛呢 决定的圣经徒 至于这些对立呢 他给我对立 我不跟他对立 对立就没有了 对立一定是双方的 一方面对立不起来 是化解对立 很好的方法 化解矛盾 化解冲突 我不跟他对立 无论他怎么回谤他 我对他恭敬 普遣普遣 交给我们 礼尽祝福 我对他有礼 我对他尊敬 这个方法好